不要认为穿了袈裟就是河沙 就是你的时候 两位是 我有一次见一个大和尚 他跟我吹 他去哪里买了多好的材 今天又拿来接待我 我停了坐在这里 我心里想你的修行还没有我高 为什么呢 我们认为好吃的漂亮 忽有的这刀子 是说自己的大脑有问题 其实天下事情 没有好吃不好吃的 只是你生活习惯稳 你把你认为更好吃的东西 拿给羊吃 羊吃就是烂剂 你把羊吃的草 你拿过来吃的话 他们也不愿意 比如要你拿着 谭伯虎的名画 倒下下去 春节期间跟农民的老太太 说我跟你画年画 她说你别想得那么美 你那个画又旧又破了 我这个年画 昨天是花五毛钱买的 我可以跟你画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天下没有好跟快 所谓好是审美观点 这一组的来审判 我认为这个就是谭伯虎的话 非常好 一定要叫乡下老太太 接受 这就是违心主义 对不对 那您这个在皈依上 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我没有皈依 我什么形式都不做 我认为这都是形式 我先跟你讲呢 很多人正月初一去寺庙抢桃入乡 因为有一年最轻松的时间就正月初一 我会到寺庙里面也会去烧乡 我不跟人家抢桃入乡 几株想到没有问题 你们先烧到五十五位了 他说那个正月初一烧桃入乡 赢财神 我跟他讲 你知道财神是谁吗 财神在府门里面 叫南方保身如来 保身户就是财神 那保身户提倡什么 提倡共享 保身户观点说 我给你一万块钱 你喜欢吗 他说我非常喜欢 我给你十万块钱 你喜欢吗 那当然更喜欢 他给你一百亿 你也不会心满意足 保身说呢 我给你一个不要钱 那你永远都会开心了 那天下子那个 有天下子有你就会很开心 邻居生了一个男孩 你替他高兴 哎呀真美啊 我的邻居有男孩了 你的左邻居生了男孩 又你今天又升官了 生了一个什么科长 你也吧 把天下人的喜事 都做成自己的喜事 一天的嘴巴都不会喝起来 都是笑的 与天下共享你的烦恼 这就是境界 这就是休养 你不要学会贪的五页 又来一万 又两万 又来两万 又三万 你音乐都不能够满足 你就完蛋 在我写的心诺菩提里面 就讲到 贪这个字 跟贫这个字 你这样只差一点点 不小心就贫了 贪人 贪上人家的贫义 贪的五页 就会贫乱 许多的灾难来 把你洗贫掉 贪神